奉聖父 聖子 聖灵的名 阿门 请坐 适逢期会 今天是父亲节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所以叫我广道 今早也很好 我孙女一开始就坐在这里 端端正正预备听我广道 不过一开口她就去到后面 仍然是小 今天我特别选择路加福音 因为我非常之喜欢 并且影响我很大的一段圣经 就是我今天用的题目就是 跑前拥抱的父亲 替我们摆脱羞耻 稳纳自信 在教会的传统里面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这个所谓第三个的比喻 广泛 称为叫做 浪子比喻 所以说呢 在教会以外的文学世界里面 都是家传户晓的 我们是讲的是西方 然而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比喻的主角不是浪子 是父亲 也不是那个常常被人遗忘的大儿子 耶稣说的 耶稣说这个比喻 在第十五章开始的时候 写得很清楚 作者说 是讲给民事 法利赛人 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 在这个故事里面 就被誉为是那些 大儿子 也都讲给那些 瑞利 和罪人 即是在这些犹太领袖的眼中 就是那些的所谓小儿子 耶稣是讲给这两批人同时去听的 他的目的是要人认识 我们在天上的父 很熟了是不是 这个是主吐文的一句 我们在天上的父 在这个比喻里面 这一位的父亲 是一位跑前的父亲 宽恕的父亲 和张开手的父亲 对这位父亲来说 他的两位儿子 都是迷失 和他的关系破裂 今天 无论你是男 是女 有钱 贫穷 华人 或者是其他种族的人 有学识 或者是文盲 而性倾向 或者同性倾向 都是迷失的儿子 和女儿 因此这个比喻 是耶稣讲给 每一个人听的 如果我们细心再读 清楚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作者是刻意排列 前后三个的比喻 第一个 失羊的比喻 第二个 失钱的比喻 所以第三个 就是失子的比喻 他的目的 写作 这样的安排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将这三个比喻 一起来看 就会明白 作者里面的心意 牧羊人是要去寻找 那只迷失的羊 那个妇人是去寻找 失了的钱币 而那个父亲 就是去寻找迷失的儿子 这样就很清楚了 是天上的父亲 好似牧羊人 妇人 或者地上的父亲 他道成欲生 活在我们中间 要寻找引领我们回家 归回天上永恒的家乡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六卷A 只不过第三个的比喻 父亲寻找迷失的儿子的方法 就不是好像牧羊人一样 要撇下九十九只羊 走出去羊难 四处寻找 这位的父亲 是留在家 去等候这两个迷失的儿子回来 挽回他们 从这个角度看 是最困难的 如果你有一个儿女 不见了 有一个亲人不见了 你一定会跑出去 四处去找 那个要留在家 去等他们回来 多久 是最具挑战性 耶稣第三个比喻 讲到天上的父亲 是有别于地上的父亲 他的爱 是无条件 和没有底线 他永远是张开手 宽恕 和接纳 我们为他的儿女 因此 今天 我们都要重回 父亲的怀抱 被他拥抱 与他亲嘴 享受父子 父女 原来 亲密的关系 接受上帝的爱 或医治的人 才能够懂得 如何去爱 我们四为的人 包括我们的家人 我们要成为 这一位的父亲 跑前拥抱 自己的家人 朋友 淪舍 正如耶稣说 你们要完全 如同 你们的天父 是完全的 马大福音 五章四十八节 意思就是说 我们读完这个故事 除了我们 称赞我们天上的父之外 耶稣要求的 是我们要去 像天上的父 这样 来到爱我们周围的人 然而要照顾这一份爱 特别是我们华人 需要躺开阻挡我们 回家 最难的 那份羞恥感 一份我们与生俱来 笼罩和主导我们的心灵 神粹的羞恥感 羞恥是内在的感受 他在问的是 我究竟是哪一位 Who am I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直接影响到 我对我自己的身份 自我价值 和我的自我形象 因此 在羞恥感里面 我们会很介怀 别人对自己的 侍奉的评格 很难接受 别人对我 我具公开的批评 渴望人对我的欣赏和肯定 不能够接受 我在人面前的失败 或者失去面子 但陷入在熟灵的低潮的时候 羞恥感就会 瘫痪我们的生命 质疑自己的价值 能力 与别人比较 耶稣的比喻 帮我们去冲破 这个羞恥的捆锁 与天上的父亲的关系 重新建立 而我们被肯定 尋回我们的身份 不再迷失 作为信徒的领袖 这是我们侍奉的基本点 就是摆脱羞恥 尽立自信 学习天上的父亲 跑前 宽恕 宽恕 和将开双手 的拥抱 我们首先第一件事 跑前的父亲 第二十节 于是他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 就动了 慈心 跑去 拥抱着他 年年 亲他 耶稣 比喻的父亲 是一位 跑前的父亲 我们著名的圣经 圣经学者 Anti Wright 就特别 讲到这一段 圣经的时候 刻意指出 这位是一位 跑前的父亲 A running father 和一位德国的学者 Hermann Tillichy 来描写这个父亲 是一个等待的父亲 A waiting father 是有特别 不同的重点 为什么这位 父亲的独特性 是跑前呢 我以前和大家分享 一位很重要的学者 新约 Kennive Bailey 他是住在中东一生 他指出第一世纪 巴克斯坦地区 是一个农村组成的社群 在这个农村里面的人 是彼此互相熟悉 关系紧扣 就好像一个的大家庭 当某一个的家庭 发生有些什么的事 就会一传十 十传百 无可遮掩 因此 那个小儿子 让着要分家产 离家出走 出走这个传闻 必定 在这个村落里面 不敬而走 是每一个人都在他们的后面 不断地在这里讨论 另外一方面 农村里面的得高望重的长辈 是要有体面 才能够得给人尊重的 自然凡事就要合于礼 和按照传统的规矩行事 做人是要庄严不得体 我相信你回到中国大陆 你应该完全明白 这个看法 或者你来自中国大陆 你会有高度的强烈的认同感 无论怎么样 长辈总不会在公众场合奔跑 如果不是 就会招来非议和批评 我常常说 如果我就是那位父亲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父亲 虽然 晝夜等着我的儿子回来 但是当我远望 看到那个儿子真的回来了 我一定不会跑前拥抱他 作为一个有面子有体面的人 我就会扮好酷 坐在大堂的中间 等他慢慢一步步 来到走前来 我就会将我的眼念朝天 期望他会跪在我面前 起码都失过半天 不过过后 我又会不动声息 静悄悄的入后房 吩咐老婆预备好美酒街牛 序祝福小子回归 但是耶稣比喻的父亲 却是一个跑前拥抱小儿子 这个行径就是宣布小儿子回转 给一切礼节、面子、体面、规矩都更重要 或者说回转本身是无价的 因为它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 当时耶稣的时代那批犹太领袖、民事和法理社人 是以律法主义为标准 他们质疑耶稣跟罪人和帅利同台吃饭的行为 虽然耶稣指出安息日是为人而设 不是人为安息日而设 因此这个比喻里面的父亲 是超越律法主义 主动跑前、拥抱小儿子 同样耶稣主动亲自走去 杀该那个碎利 收碎那个人的家里面吃饭 耶稣主动走上耶路撒冷 是挂在十字架上面 因此作为领袖 我们就要学习主动为别人洗脚 走前拥抱回转的兄子 这个就是跑前的父亲给我们的典范 第二方面 除了他是一个跑前的父亲之外 他也同时是一个宽恕的父亲 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 快把那上好的布纸拿出来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宽恕是极其伟大 却不以为 普通的得罪 冒犯还是容易讲宽恕的 但是深入的割裂 伤口仍然是滴血的 就不容易讲宽恕了 我能够不报复 已经不错了 尤其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家庭的恩怨 永远都是爱得深 相得更深 要遥书七十个七次 就真是难上加难 只有实行得到 社己爱人的人 他才有能量 来到学习 如何去做宽恕 这个小儿子实在 伤透了他父亲的心 要求再生的父亲 分家产 这个做法 即是 表示有就座的意思 意思就是 希望你能够早日 即是死去 所以耶稣说这个小儿子 当他能够分得家产之后 他就立即往远方去 远走高飞 他的打算 从来都不会再回家了 就好像一个烧了回头桥 断绝关系 不再回来的了 可惜 可惜 世事就非人所能够预料 世界的经济崩溃 使这位挥霍如土的小儿子 输得一窮二白 在犹太人的文化背景里面 放诸是已经代表人生 已经走到尽头 在人生的黑洞里面 看不见有曙光 就在这个闪电交叉的时空里面 他突然间记起他的父亲 但是这个小儿子 不敢要求父亲接纳 他再是成为儿子 他只是要求 他的父亲 当他是一个故宫而矣 这是一个极大的 在羞恥里面的矛盾 血缘乃是父子 但是内里面的耻感 不肯定这个关系 是否仍然生效 这个就是羞恥感的两面性 就是说 我想上前 但是我又要退后 既矛盾又吊诡 随即就带来一份无奈和无能感 所以这个小儿子陪了很久 他也都可以想象 走了很久的时间 才走到回家 而他不断在问 究竟我应该怎么跟我父亲讲呢 圣经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重复了两次 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一方面 小儿子知道自己犯错 得罪父亲求赦免 这个在社会学里面 就认定这个叫做罪咎感 另外一方面 纵使他得赦免 他仍然觉得自己不配作儿子 这个就叫做羞恥感 对那些如果你是做那些的释酬 就是囚犯 你就会知道了 他坐牢受刑罚 但是当他离开 刑期满离开那个监仓的时候 他是不是可以抬得起来做人呢 他的罪咎感解决了 但是那个羞恥感 仍然留下 所以羞恥感不是 赦免可以解决的 因为他会问一个问题 究竟我自己 就是不是问题的原位 Do I am I the problem 我就是不是那个问题 所以因而质疑我们的自我价值 身份 形象 父亲可以赦免小儿子 但是小儿子仍然觉得什么呢 不配 那怎么做呢 要解决羞恥 那位父亲的做法 就是他要给小儿子 穿袍子 戴戒子 穿鞋子 并且与他亲聚 这些都是肯定 儿子身份的行动 牧人和故宫是没有这个福分 在父亲的心目中 无论儿子如何不肖 他永远都是我的儿子和女儿 这个关系是由创造开始 是赐给我们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奪去 唯有当人归回上帝 才能够肯定自己的身份 价值和形象 当小女儿 问我们一个中国的私人冰心 她的母亲 一个问题 你为何爱我 冰心很准确回答 只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我们要留意 冰心并没有说 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乖女 如果不是 就将这个关系加上条件 于是血缘的关系就足够了 若我们是确据上帝的儿女 我们就应该会看到 上帝 我们的父亲 是给我们的葡子 戒指 孩子 又被上帝所拥抱 听到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爱女 我所喜悦的 十几十年前 当我有一次在香港的神学院教书的时候 有几十位的同学和牧者 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说你见不见到 你的葡萄 我非常惊愕 三分之二的人 有很多人在哭 他们是见不到的 当我们拥有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戒怀 外在的批评 比较和低扁 在上帝里面被确立的人 是可以抵御得住 外在的品评 脱离羞耻的网络 傲长高飞 第三方面 我们看这个父亲 是一个张开双手的父亲 第23、24节A 巴拉肥牛族 牵来载了 我们来吃庆祝 因为我们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地 父亲满心喜悦 是要为死而复活的小儿子 庆祝并且开派对 有上帝的爱 才能够懂得欣赏别人 和替别人喜悦 但儿子的回来 却甚为不满 不肯踏入家门 我们留意 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说 各位父亲 因而又再次走出去屋外 来到他遇上他另外一个儿子 大儿子 是什么阻碍大儿子 不能够接受小儿子回家呢 表面上 是小儿子不值得遥述 但是在心里面的内层里面 其实大儿子是不满意 父亲的厚恥薄比 认为自己才值得父亲的恩赠 弟弟是远远不值得的 再者 大儿子埋怨父亲 没有为他开派对 对他不公 不过 问题却是 为什么当父亲说 我一切都是你的 大儿子却从来不觉得 父亲爱他呢 这个极重要的问题 就是去问 为什么民事法利塞人 当时的犹太教领袖 他们严守法律法 服侍上帝 但是他们却将耶稣钉 他们自己的上帝耶稣钉 在十字架上呢 为什么犹太教的服侍 不能够使他们更爱耶稣 碎利和罪人呢 基本上 大儿子在家里为父亲工作 并不快乐 相反 即藏了不满 妒忌 苦力和怨愤 甚至是愤怒 在他的身体里面 他自己身在这个家 但是他的心灵 就跟小儿子 即是他弟弟 一样 其实他的心是远离家园 只是基于责任 和守礼教的服侍 实际上 他是一点都不甘心 结果 他就将自己 捆锁在一个角落 失去喜悦 欣赏和爱 于是我们必须要问 基督徒的服侍 会不会落入 同样的困境 进入大儿子的苦力 和怨愤 今天我们会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 会在一个必须竞争 谁能够出人头地的社会 由家庭的成长 到教育学习环境 到工作的晋升 都是糾线在一个竞争 和筛选之中 我们学习往上爬 可时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被压在底下 有机会站得高 又怕被别人抢去 这份竞争的阶梯 在阻拦、建立互相的欣赏 互信和对公的关系 当别人被称赞、获奖、得成就 我们很快内心就产生一种 自怜和妒忌 不够问 为什么那个不是我呢 因而我们就很难明白 什么叫做恩典 我们很难明白 耶稣说有一次的葡萄和比喻 任何时间来工作的人都得到同等的工资 马帝福音20章 诗恩典给我是可以的 但是诗恩典给别人 就不是那份味道了 耶稣的比喻说 父亲是同等爱两个儿子 父亲是同等爱两个儿子 内心讲解给两个儿子去明白 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 讲解给那位法利赛人西门 和那位有罪的女人一样 她是同样爱这两个人的 如圣经所说 上帝爱世人 耶稣是为世人而死 每一个人而死 包括钉他一十字架的人而死 她不是只是为那些受简选的人而牺牲 唯有从自义自恋 和此感里面被解放出来 代之而写几句爱 我们才不会堕入大儿子的怨愿 逐渐是活出爱人如己的新生命 在结束的时候 我跟大家再去提醒 耶稣讲这个比喻 刻意是不提 大儿子在这个故事的最后 有什么反应 究竟他有没有入屋 来和父亲一起庆祝弟弟 死而复活的回家 还是他坚决拒绝入屋 和自己的怨愿和埋葬 事实上耶稣今天 向我们同样问同样的问题 要我们去面对自己 作为基督徒和教会领袖 我们同样有没有经历过小儿子 以及大儿子的心路历程呢 可以这样说 我们都要处理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羞耻感 引发出来的自怨 自怜 缺自信 不配和怨愿 我们要肯定得救 他不肯定是上帝所喜悦的爱子和爱女 于是我们就失去明白什么是叫做恩典 我们没有办法体会那个张开双手 拥抱我们的父亲 以至我们经历不了第一身的感觉 我们的上帝正正是拥抱我们 以至我们就看不到自己的葡萄 在结束最后几句说话 我们今天去庆祝父亲节的时候 我必须要说 在我们在座 在我们预的人 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背景 和人生路程 如果你是来自一个健康快乐的家庭 相亲是带你成长 爱你 常常拥抱你 我为主感谢 我们赞美感谢主 不过要说的 特别在北美洲 我们听过 听到的其实 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 当我们长大的时候 可能父亲根本不在 或者他们被遗弃 或者他们的成长里面 是有很多的怨愤和愤怒 当我们有一天成为 别人的父亲的时候 我们要摆脱的是 来自我的背景和过去 我怎样可以被得医治 我怎样可以 我怎样可以 不会重复 我愤怒的东西 在我的下一代 或者我周围的人 这一个就取决于 究竟我们有没有认识 被接纳 被拥抱 在天上的父 如果我们能够被拥抱 如果我们能够被拥抱 在天上的父 我们就会被得医治 我们就会有那个能量 从上帝而来 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 逐步去学习 如何爱我们的下一代 和周围的人 无可置疑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破碎的社会 很多的家庭是破碎的家庭 以至到当有些人去信耶稣的时候 他们是由破碎而来的 我们需要在这个破碎里面重建 得医治 我们才有那个能量 来到去爱周围的人 以至重建给我们新一代的人 有一个快乐的家庭的关系 求主给我们在今天的父亲节里面 开始去学习 如何学做这个 拥抱前来的父亲 阿们